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书呆子说归说做归做 哪里能够只是听卢生的话 看样子我们留逝了江山 以后就要败在这小子手上 话虽然说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毕竟以后的江山还是要传给太子 所以汉轩帝应该说对培养太子 这是杀费苦心 并且为他选了一个很好的老师 希望这个老师能够对他进行调教 那么这位老师的名字叫丙吉 丙吉 说到这个丙吉 我们曾经谈到过 也就是汉轩帝 汉武帝的曾孙 他在强暴之中的时候 由于受到巫蛊之祸的这种牵连 下到监狱里 这个时候这个丙吉 刚好他主持这一个案件的审理 对于这个强暴之中的小孩 这个黄曾孙特别的同情 因此也特别的关照 后来汉昭帝死了以后 那么又是他极力向霍光进行推荐 所以这个黄曾孙才能够得以 顺利的继承王位 继承王位并且成就昭宣中心 那就是后来的汉轩帝了 但是所有他做的这些事 他从来不对人言 所以应该说丙吉和汉轩帝之间 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那么汉轩帝为什么选择丙吉 做太子的老师 应该有两种考虑 第一 丙吉是出了名的 能农 出了名的是大体 第二 还有丙吉的这个阅历 汉轩帝认为应该给太子一起死 那么说到丙吉如何的出大事 如何的人龙物有两个很著名的故事 第一个说 这个丙吉的车夫呢 他是个酒鬼 这小子一喝了酒就容易闹事 结果有一次酒喝多了 吐了丙吉一车 这也太不像话了 所以所有的人都建议丙吉 把这个车夫给开除 换一个 但是丙吉没换 为什么没换呢 他说你看看 为这点小事 如果把人开了 那么别人的脸面合存 别人才到哪里去找工作 到哪里去谋职 没办法的事 而这种事情 在丙吉身上 他是正常发生的 但是说到这个车夫 实际上也有过人之处 为什么呢 他好喝酒 好喝酒朋友就多 胡逢狗友多 胡逢狗友多 他信息来源也就多 所以有一年 匈奴内青 到了云中 到了戴郡 那么这个车夫 从朋友那里得到信息 立即向丙吉报告 丙吉也立即做好应对的准备 那么这个时候 正式的渠道 他的情报到了 所以汉宣立召集大臣们 进行商议 如何来应对 大家没有准备啊 而丙吉有准备 所以他从容以对 调理的非常合理 所以大家都很佩服 说你看看 你从容应对 真是了不起 但是丙吉是坦荡的君子 他不略人所好 因此他说 大家看看 我这个情报 为什么比正规群岛来得早 是因为这个车夫 向我提前提供了情报 因此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事 无可容 能各有所长 作为一个人 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够容认他的 而作为财人 人各有其常 当然话说回来 这个车夫还真不适应做领导的车夫 倒适合做情报处长 那么不但能容认 他的处事 也被人所称道 那个于天善潮 前面的路被堵了 堵了怎么办 有人报告 说是前面有长安的恶少年 正在进行群斗 进行泄斗 那怎么办 没怎么办 丙吉直说了一句话 我们闹道而行 来避开他们 我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 你看看 他这样处理 但是还没有走多远 他突然命令停车 为什么停车 他走下了车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随从跟班都跟着他 只见丙吉 走进了一头牛 不但走进了这条牛 而且围着这个牛 反复地观察 然后问旁边的人 说这个天气 也不怎么太热了 这个牛怎么喘气呢 哦 原来如此 说有人听不下去了 说你看看 这个小丙吉 他已经是丞相了 说丞相 前面人命关天 要打死人了 而且已经出了人命了 您不管 那么这条牛喘气 牛喘气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为什么这么重视 丙吉听了以后 点点头 说驻君说的真事 但是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那么其二是什么 我们看 明道相杀伤 长安令 金兆尹 直所当禁备主谱 遂境 丞相克其殿缀 奏行赏罚而已 宰相不请小事 非所当于道路问言 方春绍阳用事 胃口大热 孔犹尽行 用手故传 此时气时节 孔犹所伤害也 三公点条和阴阳 只当忧 事已问之 什么叫做处大事 事大体 这就叫处大事 事大体 长安街头 说少年打架 那几乎是每天 都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谁管这些事 长安令 金兆尹国这些事 我作为宰相 如果当结局是分 那成什么体统 但是牛喘气不一样 现在天气还刚刚是春天 并不太热 那么牛不应该喘气 那么牛喘气 说明什么 说明气候 在反常 气候反常 就有可能 领起 农业的签收 如果农业一签收 民以实为天 那么天下可能大乱 作为看看 什么叫宰相 这才叫宰相 要处大事 事大体 那么这些 恰恰是太子 也就是后来汉元帝 所缺乏的 所以汉宣帝 让丙吉 做太子的老师 但是丙吉 并没有调解好太子 没有调理好 为什么没有调理好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太子就觉得 道不同 不相于谋 他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老师 什么原因 他觉得你这个老师 六经里头你读了几本 书你读了几遍 诗你背了多少 他可能根本就看不上这个老师 但实际上 我们想说一个话 教育的工人 榜样的力量 它是有限的 教育不是万能的 榜样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用的 现在这个汉宣帝的太子 他可以适应做一个学者 可以做一个卢学家 但是你想把他培养成政治家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宣帝作为皇帝 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大 但是有两位王姓女子 却让他精神流霓 这就是王昭君与王政 博士通鉴为你讲述 流逝江山 话虽如此 但是汉宣帝毕竟要死去 太子毕竟要继位 那么继位以后 那就是汉原帝了 虽然我们顺着汉宣帝的批评 也不断地在说太子如何如何 说汉原帝如何如何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汉原帝的名气 至少在中学生里头 比他的父亲汉宣帝要大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两个姓王的 而且名字里头又带着一个君子的女子 使汉原帝成名了 那么哪两个女子 第一位是汉原帝的皇后 他的名字叫王振军 另外一位 可能成为汉原帝的妃子 但是没有做成 后来成为了匈奴残余的燕姿 他的名字叫王昭军 我们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也曾经谈到过 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 运气很好 他运气好在哪里 匈奴发生累乱 一共累了五个残余 所以内部战争不断 不少的残余都内服于汉朝 那么在公元前33年 五匈奴里头的职业 叫做夫汉邪残余 他来到了长安 来到长安干什么了 来到长安 朝见汉朝的天子 这个时候汉宣帝已经去世了 汉原帝在位 于是汉原帝享受了这一份天大的面子 因为匈奴的残余到长安来 朝见汉朝的天子 这是头一肥 甚至在西汉 这是唯一的一次 不但是汉原帝的父亲汉宣帝 哪怕是伟大的汉武帝 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天大的面子 既然匈奴给了原帝面子 那么原帝也准备大大的给匈奴残余一面子 什么面子 给他五个公寓赐给他 这个时候五个公寓里面 有一个就叫王昭军了 那么王昭军来自于我们现在湖北的自卑 这个地方曾经是楚国的发祥地 也是伟大私人绪元的故乡 那么王昭军是以良家女的身份来到了后宫 但是到后宫以后他发现 后宫的美女太多 所谓嘉丽三千 他连皇帝的影子都很难见得到 那么汉原帝也根本没有在案发口中 发现这么一个王昭军 那么王昭军也是有想法的 与其其末一生 不如铤而走险 他一听说匈奴残余到了汉宫 而皇帝要持五个公寓给残余 于是自告奋勇 这样一来 王昭就成为五个公寓之一 那么王昭军后来随着复安邪残余 到了匈奴 那么和富安邪残余一共生了两个儿子 这是有记载的 后来富安邪残余死了 他的儿子也就是新残余继位 这个新残余也有意思 那是富安邪残余 他的前妻 也就是王昭军的前任燕姿所生的儿子 那么王昭军根据匈奴的惯例 就嫁给了新残余 成为新残余的燕姿 他继续被燕姿 那么在王昭军做燕姿的这段过程中 在王昭军再世的这段过程中 汉与匈奴 尤其是与王昭军所在的这些匈奴部族 他关系比较和洽 关系比较浓洽 所以这样一来 王昭军就成为汉朝和亲匈奴的一个标志性的伦伦 那汉元帝也因人成事 在历史上我们也记载了汉元帝的名字 但是实际上王昭军和亲匈奴在汉庭并不是第一个 更不是唯一第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知道王昭军 而其他和亲的女子连名字也留不下来 原因恐怕是两个 第一 汉朝从汉高祖刘邦到吕后到文帝景帝 乃至于知道汉武帝的前期 送到匈奴去的女子 那都是以亲求和 什么叫做以亲求和 是求得匈奴来少一些亲兵 少一些发动战争 汉朝是被动的 是屈奴的 但是王昭军不一样 这一次是匈奴主动到长安来朝见 所以汉朝是赐亲允和 我是赐亲 允许你来我们进行和亲 所以这个主动权它不一样 那么汉人记载历史 当然要把王昭军大树而特树 这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把其他的一笔带过 那么第二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王昭军的故事 记载的就比较详细 而其他的事情 记载非常的简略 所以王昭军的故事 变成流传千古的故事 如果说王昭军 他不但是和原地住了民 而且给汉朝带来了福祉 而另外一个王昭女子 王振军 带给汉朝礼 这是一种耻辱 那么说到王振军和他的家族 那也带一种纯奇色彩 这位王振军 他是战国时期 田是齐国的后代 那么是一个大的家族 王振军 他一共有一个哥哥 七个弟弟 有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这样一来 这还是只是同父的 兄弟姐妹 就一共12个 队伍非常的雄壮 那么王振军呢 随着年龄的长大 由小姑娘变成大姑娘 不但出落的越来越漂亮 而且越来越懂事 处理事情越来越得体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 不幸的是 他已经许配了一个人家 但是还没有过门 丈夫死了 当然还没有过门 也很难说得上丈夫了 但是这也是王振军的庆幸 要不然出了门以后 丈夫死了 就变成寡妇了 那么这在当时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 就觉得有一点不很正常了 那么当时封在他们家乡一带 有一个诸侯 当然也是流行的诸侯 听说王氏家族 有这么一个女孩子 既漂亮 又得体 所以想把她取来做鸡 但是同样的没有过门 这个诸侯也死了 死一个平常 死两个就神奇了 于是王族家族就在想 因为这个家族 也是有齐国 国君的学童的家族 他就在想 难道我们家这个女孩 诸侯都无法享受吗 是不是还要比诸侯身份更高的人 才配享受她 于是家里就在 于是家里就在琢磨了 怎么办 于是请来了一个相思 向面 请她看一看 这个女孩子今后到底怎么样 这个相思一见王正军 大吃一尽 说了六个字 当大贵 不可言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标点符号 当大贵 不可言 那么这个女孩子是大贵之相 贵到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然也可以理解 千万不要外传 也可以这样理解 看怎么打标点呢 那么 这一个家族 听到这个以后 当然是人心激动 于是就要做准备 准备什么呢 请老师 教他读六经 教他懂礼节 所以这样一来 王正军不但漂亮 不但处理四经得体 而且懂得了宫中的礼仪 同时 也学了不少的古文化知识 于是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 这个家族 把他送到了长安 成为一个公寓 后来阴差阳错 成为了太子 也就是后来 汉元帝的妃子 变成太子妃了 汉元帝继位以后 他顺理成章 成为皇后 那么在所有的记载里头 都几乎是认为 王正军能够做太子妃 后来能够成为元帝的皇后 纯属误诺蓝 怎么纯属诺蓝 说是元帝是太子的时候 元配的太子妃去世了 这个太子对太子妃感情很深 说一天到晚 说一天到晚 茶饭不思 一天到晚精神仿佛 他的父亲宣帝 以及宣帝的皇后 觉得很担心 这样一来 由宣帝的皇后主持 当然这个皇后 不是太子的母亲了 太子的母亲已经去世 那么皇后主持 弄了五个宫举 让太子挑 说今天就要定下来 跟你新的太子妃 这个时候说太子还是精神仿佛 但是不好补皇后的这个意思 于是随手一挥 说就这五个里头一个吧 就是拿倒 掌管宫女的这个领班 就觉得就是说王正军 于是根据皇后的命令 把这个王正军送到太子宫 这个太子稀里糊涂 一遇性 竟然就怀孕了 怀了孕就生下一个小孩了 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汉陈帝 说的这么简单 一切都四处偶然 不过我们要说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偶然之中 恐怕他有必然 第一 当要见太子的时候 王正军是做过准备的 甚至是精心的准备 据记载 他穿了一条红绿相间的长裙 而且他的座位 恰恰是在太子的旁边 所以太子一挥手 说此中一位 大家认为就是他了 那么他为什么穿这么艳丽的衣服 当然是经过准备 这个准备固然有风险 也许恰得其反 但是注意 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这是其一 其二 他为什么能够坐在太子身边 我们甚至还可以想 王氏家族经过这么多的绝本 去培训这个女儿 把她送到宫中来 难道送了以后 就让她自生自灭吗 各种关系的梳理 是一定要处理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考虑 完全可以断定 王正军能够成为五位宫女里面的一位 又能够坐在太子的旁边 非常有可能 是疏通关系的结果 那么后来宣帝死了 太子继位 这就是原帝 那么王正军就成为原帝的皇后 不过根据记载 汉原帝对王正军 好像并不是这么太群情 所以王正军在做皇后这个期间 过得也是比较艰难 但是他用他的美貌 他用他的处事得体 用他的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 为自己保住了皇后的位置 同时也为自己的儿子 保住了这个太子的位置 汉原帝死了 儿子继位了 这就是陈帝 公元八年 王王代汉成为新朝皇帝 但他的改革却让民众更加痛苦 于是陆林智媒蜂拥而起 恢复汉朝成为全民共识 国史通鉴为您讲述 复兴汉事 王正军 王正军虽然是汉原帝的皇后 但是在原帝一朝 由于皇帝对他并不十分宠爱 所以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 此时他最大的功劳 就是生下了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但是王正军在汉朝历史 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 却又非常著名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成帝继位以后 王正军的身份发生变化 由皇后升为皇太后 作为注意 西汉乃至东汉 政治有一个特点 当皇后的时候 他的政治能量 他是无法发挥的 一定要熬 熬到什么时候啊 熬到皇太后的时候 他这个政治能量 才能够爆发出来 我们看看 吕太后 窦太后 乃至到太皇太后 他的政治能量 才发挥出来 那么王正军 正是他做皇太后的时候 他的政治能量出来了 那么要说到 他的儿子这个成帝 小的时候据说 很好读书 而且很听话 是个人见人夸的 好孩子 但是后来 逐渐变得非常暴烈 变得非常爱发脾气 而且好游玩 好色 好酒 好疑论 这样一来 就变成一个不好的皇帝了 那么这种皇帝 一般来说 他的政事 是要别人来管的 那么他需要依靠谁 他依靠 他的母亲 太后 王正军 依靠他的舅舅 而他的舅舅又特别多 而且好几个 应该说 非常有本质 也有才干 这样一来 整个王氏家族 就发达起来了 怎么个发达 我们刚才说 王正军 同父的兄弟 一共八个 一个哥哥 七个弟弟 除了一个弟弟死了之外 还有七个 结果这七个 分两批 全部上位 第一批两个 老大王奉 继承他父亲的爵位 叫杨平后 老三 王重 封为安城后 为什么先封这两个 第一 排列在前 第二 这两个 是他既同父 又同母的兄弟 你看呢 这是更轻一些 几年之后 剩下的五个 全部上位 老四王谭 平阿吼 老五王商 成都吼 老六王立 红阳吼 老七王根 许阳吼 老八王红十 高平吼 而且王谭 王商 王根 统统先后继承 王红 的大司马 大将军 陆尚书 所以整个 王氏家族 就爆发了 但仅仅如此 还不够 王正军 又想 同父的兄弟 已经上位 那么同母的 怎么办 同母 我刚才说两个 一个王奉 一个王重 已经上位 他的母亲 后来离开了 他的父亲 嫁到另外一个家族 姓狗 也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王正军 又想 把那个狗姓的 同母异父的兄弟 也封为狗 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儿子 和臣弟 有点不高兴了 没有按母亲的意思办 但是 仍然 让他到宫廷办事 做失踪 大家说 你看看王正军 这样的闹 同父的兄弟 同母的兄弟 然后我们还要想到 他还有一个 同父的兄弟 已经死去的 老二 叫王曼 该怎么办 当然王正军 不会忘记他 于是 天天在儿子面前唠叨 说这个兄弟 去世的早 他留下了一个儿子 孤苦伶仃 那么其他的兄弟 都上位了 这个兄弟的儿子 怎么也不能亏待他吧 他人的大概一听 母亲天地唠叨 七个舅舅都上位了 还少这一个嘛 于是 准备封这一位了 这一位叫什么名字 叫 王莽 但是注意 不能给王莽 直接封头 什么原因 刚才我们说到的七位 都是他的伯伯和叔叔 所以先要封他 死去的父亲 王曼 封王曼 一个新都 埃后 这个埃 是嗜好 那么王莽 就可以名正言顺 戏封 戏封为什么 新都后 哥哥 弟弟们 都解决了 那姐姐 妹妹们怎么办 王振军 有一个姐姐 有两个妹妹 而这个姐姐 有一个小孩 应该说 也是比较有才干 他的名字 叫 陈玉 陈玉 长 这个陈玉 长 王振军 就继续唠叨了 结果最后 陈弟没办法 又不过母亲 又给了他一个猴 叫 定名猴 这样 我们随便算一下 王氏家族 八兄弟 还有一个姐姐的儿子 一共九位 奉了九个侯 而且还有诸多的兄弟 在朝廷里各个要害位置 所以不满朝廷 汉书说到这个时候 不能复发表意见了 于是班姑 对王氏的这种情况 做了个小结 一句话 王氏子弟 皆清大夫 世中驻朝 分居士官 满朝廷 你看 全是王氏家族 这可以说 是一个典型的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的 这么一种故事 而这样一种情况 可以说 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 一种通常的现象 王振军 一人得到 全家鸡犬升天 但是 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什么现象 既然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那么 一人犯罪 全家千年 甚至千年九足 甚至灭门 大家说这也太不能道了 但是在当时看起来 他是既和情 也和理 既然一人得到 鸡犬可以升天 那么 此人如果犯罪 所有 沾了他的光的人 都应该下地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则 在王振军的支持和缩使下 汉成帝对母系家族 王姓外妻的封赏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朝堂内外 王姓高官厚禄 掌握钥匙 这样的盛况 超越了西汉开国皇后 吕氏和后来的窦太后 而汉成帝做梦也没有想到 正是他亲自封赏的 这些王姓外妻中的某一人 却结束了他们流逝 两百年的汉朝降山 那么西安建立了以后 有很多的太后的家族 我们刚才说的 吕太后 窦太后 但是比起这样一个 王太后的家族 所有的太后 都是小物见大物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家族的姓胜 靠着王振军 王振军是靠着他的儿子 和陈弟 那么如果汉成帝一翻脸 真的要跟王家 到头看 可能这满门就出问题了 但是恰恰这个汉成帝不争气 他多次想 这个太后家里势力太盛 想进行解决 想和他翻脸 但是一翻脸 又怕得罪母亲 一翻脸自己靠谁 所以翻了一下脸 马上又和解 最后还是他靠王室 但是在王室里头 有一个人不一样 谁不一样 王莽不一样 王莽从小 失去了父亲 跟着寡母 所以他从小养成了一种 尊老爱幼 生活节俭 爱读书 很听话 这么一种个性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孩 出道以后 继承了侯权以后 大家发现 他和其他的王室家族的子弟们不一样 别人张扬 他低调 别人奢侈 他节俭 别人寻宽作乐 他钻研学问 别人霸占土地 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 而别人目控一切 王莽一如既往列 尽老爱幼 特别讲究孝道 那么这样一来 在整个王室大家族里头 乃至在整个西汉的朝廷里头 就有一个道德的榜样 有一个道德的典范 有一个道德的楷模 这个人是谁 就是王莽 而且王莽从小 经读六经 又是一个卢家学者 所以得到大大小小 上上下下的卢学家的赞养 这样一来 王莽的名声 他就越来越大了 王氏家族 那些头年人物 也越来越看好他了 他的一个伯伯 就是他的伯父 王凤 临死之前 交代自己的妹妹王振军 我看好的是这个侄子 王莽 然后一辈一辈 王家作大司马 大将军 到王根的时候 王根死前 决定推荐王莽 于是在公元前八年 和公元前七年之际的时候 王根去世的时候 推荐王莽上会 于是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王莽做了大司马大将军 陆上十四 成为西汉的宰相 从此以后 王莽主政了 王莽主政的过程中 他进一步逢扬儒学 扩大太学的招生名额 增加朝廷里面的 卢学博士的份额 而卢生们也对王莽 不断的赞扬 如果后来不是出现悲剧 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 最高统治者和卢学家们 相得益彰的最好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候 汉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土地兼兵 人口流亡 官府 欺压百姓 社会上的贫富不均 越来越厉害 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董仲书在汉武帝时候 就曾经警告过 说富者田园仙茂 贫者无所利罪之地 亦有人君之孙 离有公侯之父 小民安得不捆 你看看 富人田园 田园仙茂 贫人连利罪之地都来 每个县 每个村 都有富人 富比王侯 那么小民 怎么不穷 那是汉武帝时期 董仲书就已经提出了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这个问题更严重 严重怎么办 每到这个时候 就可能出现社会动荡 董仲书还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做天不变 道也不变 那么天变怎么办 天变道也得变 怎么个变 小则改良 大则改操换代 而改操换代 也有两种方式 哪两种方式 第一种 西风暴雨式 爆发战争 第二种 和风细雨式 进行散浪 那么激风暴雨 新风雪雨式 它是御时局粉 而和平过渡 和风细雨式 它可以保全 大家的财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 当时的读书人 不能不佩服 汉朝的那些有识之士 他们就在琢磨 怎么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 既保护大家的既得利益 又消灭这一场 可能来到的灾难 这个时候 社会上流行一种学说 叫什么说呢 叫武德中史说 金木水火土 你取代我 我取代你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它真正可以千秋万代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可以十一代 两代 万万代穿下去 万事万物 生生相细 有生就有灭 既然现在上天 在变 他可能讨厌这个流行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流行换下去 我们换上一个其他的信 用中国一句成语 这就叫做礼带逃江 让心流的 做整个既得利益者的替罪羊 我们换一个 这种舆论就越来越厉害了 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奇特的现象 一个什么奇特的现象 在卢氏门的推动下 全国有48万 7572人 注意 40多万 向朝廷上书 要求提升王莽的地位 要求给王莽一更高的待遇 还有902个朝廷的官员 封在外面的诸侯 还有博士等等 要求王莽享受和皇帝一样的待遇 那么既然人心如此 既然舆论如此 于是在公元08年 在卢氏门的推动下 上演了一场散让的喜剧 把姓流的皇帝请下台 王莽正威了 做皇帝了 王莽做皇帝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 可能王振军开始的时候 扩大家族利益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 他不断地扩大他的家族利益 这成为王莽最后上位的一个推手 所以到这个时候 尽管有记载说 他最后一刻 还把汉朝的全国玉玺捧在怀里 坚决不给王莽 但是他改变这条局面吗 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那么王莽我们也可以戏称他为 民选皇帝 那么这位民选皇帝上台以后 他将怎么样改变西汉的种种社会的问题 怎么样来顺应天时 我们下一期再说 谢谢